一直以来女权问题都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世界性问题 在我国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 但是在其他国家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我们的邻国印度 虽然在这近几年印度的经济发展较快 但还是有一些落后的思想根深蒂固 尤其是男女平等问题上 这个问题表现的最突出的是印度的监狱里 可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监狱中都是把男女分开关押的 但是在印度恰恰相反 印度监狱里一般都是将男女关押在一起 这样的话问题也就来了 一些男性囚犯很可能会欺负甚至虐待女性囚犯 其次大家都知道监狱里的饭不是免费吃的 在监狱里也是要干活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但重点是在印度监狱里 干活是没有分男女的 也就是说男女囚犯要干的活都是一样的难度 但大家都知道男女身体构造是有区别的 很多重型体力劳动女性不一定承受得住 因此干活应该要分轻重缓急 而这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对于女性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甚至会直接威胁女囚犯的健康 并且最不公平的是他们在饮食这一块也更为偏重男性一点 且不是说饮食有多差 就分量饮食就有很大的问题 干的是同等强度的活 男囚犯们往往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 维持他们的体能消耗 而女囚犯们往往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 因此就有很多女囚犯 在高强度体力劳动和饥饿的压迫下被活活饿死